好 柯文哲他自己讲的 这个我的诚信不是有问题的 现在大家怀疑的是我治国能力 你凭什么这么讲 最新公布的民调 你的诚信度 你的可信度从60%打了对折 再打对折 你的诚信可信度 现在出现了大崩溃的状况 小草到底会往哪边走 还是暂时躲起来 因为他那么政治初恋 让他们那么的失望 所以现在就会对政治冷感吗 那么民进党人分析了 民进党现在就是要用好的论述 好的一个政策来吸引小草 有这个机会吗 民进党要吸引小草难度也是很高 毕竟这些草子跟早上 他们就是听阿伯说男女一样烂 所以草子叫长子 说要改来支持民进党 这有一段路要走 可是现在草子要走的都走得很快 我给他介绍这个变盒第四盒 创党第四号这不简单 而且他当时设定的这个党政 004代表没超过一千 创党的 这变盒第四盒应该是一个朱小姐 朱小姐说最近大家都在关心我 因为我都会来抢 她说可是我每天都在担心几件事 有人在找人找钱 有人在藏人藏钱 有人在分钱 我会说到这样 现在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检调台湾没去查人家 这间 为什么没去查 不一定可以看很多现金出来 因为正常来说 如果很多钱应该是没放在家 就没在淋意识 因为也没所调的 又烧 没所调的又淡 所以应该是 对啦 那边要藏 困难啦 那这太多了 藏到东西啊 保险箱都爆炸了 所以不知道要去1.2亿 不知道要比较大小 你检调怎么都不处理一下啦 检调是可以借助的 這簡直我卡一個電話 說快點 去炒 我的很多朋友都很生氣在問 所以我說這炒 你看看連編號嗜號的民眾黨 老草都說了 藏的藏 躲的躲 我分享一下 我最近就跑普渡 每一個人看到我都說 柯文哲什麼時候要被抓去關 對不對 真的 然後還有人很生氣地問說 是不是事情都到這樣 還辦不到柯文哲 很多人希望司法陣營可以稱讚 沒有 這跟以前一樣 我們在說九王安的時候 大家說你如果看九王安 沒到他做市場 現在九王安不是一生有罪了嗎 所以檢察官法官要收集政府 才會完轉 才會完轉 所以你現在像李文宗放出來之後 李文宗這幾天變一些有的 可能檢察官也都看在眼裡 是茶毛每天都在茶 每天都在茶 茶的精度比較寬 所以有人在說 你們這些小草是不是靈芝草人啊 靈芝是個小草人 是不是這樣 小草難道不生氣嗎 他們裡面還有一個意見領袖 這個張喬他是一個護理師 剛才街頭運動也看過他 他就帶一個說 有人爆料說什麼 沒有人要幫他們做會計 第二就是 他也帶一個地方 就是在說這個反省醒來的小草 就說現在大家其實都不相信 他們朋友就跟他說 當初就跟你講說 那是一坨便便 你還說那是最好吃的咖哩 現在我就告訴你 那是便便 他說 那你到底還是不是小草 他說已經退了 上個禮拜已經退了 然後那個蕎喬 那個群啊 自從蕎喬開始罵了以後 已經退了幾百人 裡面剩下不到一百人了 那這個蕎喬跟他說 原來我是在這個小草裡頭 還是有影響力的 以前這些都意見領袖 這種就說你如果去他的臉書 嚇民眾黨就對了 這就是整個人嚇你了 現在全部都嚇了 跟你講那是便便 你還說那是好吃的咖哩 所以小草對他的心心 也是在崩潰之中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繼續查 現在還有查出什麼新進展嗎 去年柯文哲在11月28號的時候 他講說 昨天開會啊 然後看到財務長 滿臉愁容苦瓜臉 晚上回家直播的時候 柯文哲不是那個 黃國昌就幫忙募款嘛 這件事 但是他所謂說 財務長滿臉愁容的 那個時候那一天呢 還有多少錢 五千兩百萬 還有五千兩百萬 他就是個 所以我就 我就笑說 就滿臉愁容 我就說他們就五千萬 就會開始哭窮 五千萬是他們的哭窮線 只要標 只要接近五千萬 他們就出來哭窮一下 你看我們就要放大 這時候11月24號 那個時候余額是他們最低點 是五千兩百萬 然後第二次 第二次哭窮的時候 是那個 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那個 1月13 1月11 1月11號 一人就 不曉得你們知不知道 他這張圖有改過 他原本是放一人一百塊 對 然後可能想說一人一百塊太少了 不夠 那就馬上改圖 就改成兩百塊 1月11號的時候 你看他就開始哭窮 那大家知道他哭窮的時候 他窮的定義是什麼 他的帳戶裡面還有 1月10號還有7400萬 7400萬 對 距離選舉投票只剩兩天 對 選舉剩下兩天 還要吹一波 還有7400萬 他還要吹一波 還要這樣子割一波 你就知道說 這個時候人家吹的是選票 他們滿腦子吹鈔票 對啊 一百兩百耶 你把那個數字標上 時間數字標上去 你就覺得說 余額還有7000多 你這個人真的超噁心的 就7000多萬 還會叫說 小草趕快把錢給他 你看就斷牙式的成長 這邊有 那個 單天 1月11號單天 總共收了4800萬 就那一天 就那一天就是 從那個7000多這樣漲上 然後就多 那一天就4800萬 做一張圖就可以賺4800萬 其實他吸進力真的很強 其實年輕人真的對他 有一些理想跟崇拜 就這一張圖 這一張圖4800一天 而且因為他隔一天 就是去凱道 那天他去凱道的時候 人很多 大家記得 那天我有去 對 大家非常非常多人 所以他捐款全部都是年輕人 而且現場應該很多人 就還是繼續捐 是 而且我有去細看他的捐款 其實捐200的有 可是很多都是捐200以上的 就1000就出去了 對嘛 所以大家都有關 對啊 阿伯說好窮選錢 最後兩天阿伯說好窮 4800萬當天入賬 所以我們現在要呼籲小草們 一人一姓到民眾黨 針對陳佩琪看商議豪宅 你作何感想啊 對不對 對啊 就講說我們那個時候 幾百幾百在捐 而且他還嫌100太少 還改200 現在大家要問的是呢 到底為什麼柯文哲從政 會變得這麼有錢 居然有這樣一個身價 大家要去看上億的豪宅了 而且現在曝光的1.2億這間 還是最便宜的 觀眾朋友最便宜怎麼回事 那麼還有人問說 到底是誰跟他去看的 其實錢到底怎麼來的 應該才是重點 柯文哲在昨天講了 我們夫妻兩個都一生 其實也不要再裝了 我們是有錢買的 賣賣地 賣賣其他幾間房子就可以買了 只是買得起住不起 他這麼一說 針對看豪宅對他的殺傷力 真的可以做一個停損嗎 完全不行 他騙人 他兩個夫妻都是市立的 就是國立 要麼就是國立醫院 要麼是市立醫院的醫生 因為他是領薪水的 他又不是在外面開業的民醫 那如果你要找買的話 你為什麼第一次選舉要去拿 拿房貸去貸款來貸款 這個所謂選舉的金額呢 而且最新一爆 他們的現金兩千多萬嘛 兩千四百多萬嘛 兩千四百多萬 身家的人 真的敢買一點多億的豪宅嗎 所以不可能嘛 那而且你現在 現在你觀察這個 陳佩琪講的 或是柯文哲講的 應該是柯文哲講的 他說後來的確有去看 但是沒有買 最後沒有買 原因是因為 他的管理費 比所謂的月退還高 他講的是管理費 可是我們一般人 他的月退是 將近五萬吧 對 那你管理費這麼高 什麼樣的房子 可以管理費這麼高 地保差不多 跟地保差不多一樣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一般人 買房子一定都會 還有這個貸款 貸款 那你利息加貸款 我們應該是 care說我們貸款 繳得出來 你知道我們高雄人 怎麼看這種管理費嗎 因為高雄都住透天的嘛 管理費零嘛 所以我們剛剛有講到 管理費那麼高 逼錯租 比房租還貴 到底是買房子做什麼 對 所以說他在乎只是管理費 不在乎貸款的利息 或是本金要還 顯然說他買這些房子 是不是都可以全額用現金買 是不是都全額用現金買 我只要在乎管理費 我不用在乎可以 付得出貸款 還不出利息的問題嗎 所以這就是可疑之處嘛 那我們算是看 他的帳戶裡頭有兩千多萬 那他現在選舉的結衣款 有六千萬 他的這個報的時候有六千萬 可是戶方銀行的帳戶裡頭 省市只剩下三千萬 那中間的差額三千萬 跑去哪裡了 不見了嘛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的錢什麼 他的個人的競選選票 一票三十萬 三十塊 錯錯 一票三十塊 可以領1.1億 還有政黨補助款 一票五十塊 所以整個政黨 可以領1.5億的每一年 那所以說你加起來 這樣是不是加起來 就是兩三億了 所以但是你要挪 用這種政黨補助款 政黨會不會同意 我當然我是黨主席 那如果很要羞的話 我就政黨補助款 我也不給政黨 補助 然後我就納為自己私用 然後競選的 這個一票三十塊的 我可能就1.1億 全部拿去買房子 我也不像賴清德一樣 這不違法嗎 沒有違法 法律沒有管到這邊 沒有規定個人的競選 是怎麼樣使用 那有良心的 像賴清德 他就說三分之一回會給黨部 三分之一給創始黨員 三分之一捐公益 他這個競選的 這個三十塊的票 他完全沒有拿來自己私用 那政黨補助的款 就是政黨用嘛 那你現在 那柯文哲的怎麼用 對 從來沒有宣布 從來沒有交代 但是你這樣子加一加 加上六千萬的這個剩餘的時候 你整個加起來就是有三四多億了 三億或四億多 難怪有這個底氣去看最便宜 1.2億的豪宅 然後而且還可能還買個小宅 還買個辦公室啊 而且他可以完全不用擔心還本席的問題 只擔心管理費的問題 所以說我告訴你 柯文哲如果你這樣子使用你的政治現金 你對得起那些小草嗎 小草海人在送Uber 我看在Uber上面 不是貼Uber的綠色的 是貼柯文哲 三面都貼柯文哲 你看有多支持他 對 你對得起這些人嗎 然後現在說金主培看 金主培看 但我覺得他看了一棟房子 可能是跟那個所謂現在傳出來的廖萬榮 是住同一樓啦 住同一層棟房子 想要買那一棟就對了 對 那他可能在認識嘛 出來陪一陪 可是這個事實上應該還是有房仲在陪啦 他只是當得地陪的意思 我給你介紹一下 那問題是廖萬榮 我告訴你啦 金主不會在這個時候出錢讓你買房子 因為這個東西很危險 然後一定會在你選舉的時候 我捐錢給你 你要怎麼使用 那是你家的事情 因為金主捐錢其實有一個期待 你可以選上什麼職位 你選上那個職位之後 我以後做什麼事情方便 對 柯文哲現在能選什麼 不能選什麼 除非他跑去台中選市長 對 是不是有一說是這樣 不然他如果接下來沒有任何選舉的話 怎麼可能 洪宇市長也選 洪宇市長也選不上 所以說你現在根本金主募不到錢了 而且這個明天可能會有一個新的民調 他的民調是三崩地裂式的崩壞了 你已經先看到了對不對 對 透露一下 三崩地裂 折半再折半 之前民進黨有做一份民調嘛 但是柯文哲的民調不是主軸 只是後來不小心撇到說民眾黨制度剩6% 這一回要公布的 公布的是同一系列 也過10% 沒有 那個同一系列的 掉10%是真的 那是信任度的問題 然後所以說 這個整個民眾黨大概就是已經完蛋了 因為這個錢的東西 你去買豪宅 絕對是最要命的地方了 都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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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先跟他一樣 我們 可以